现在我觉得这个 哦 刚才一个摆拳 看完这场比赛 您对散打会有新的认识 下面是一场男子85公斤级的比赛 蓝方拳手 年龄20岁 身高1米88 2015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 85公斤级第5名 张池出场了 张池来自辽宁 好想吃小烧烤啊 这出生在遍地烧烤之都 这估计减肥都很难啊 蓝方拳手 年龄22岁 身高1米85 2013年第12届全运会 武术散打80公斤级第8名 邓志镇出场了 邓志镇来自山西 山西大汉 两个小伙都是20岁出头啊 非常年轻 比赛经验嘛 这个就那样吧 比赛开始 红方拳手邓志镇 蓝方拳手张池 两位选手都是中国人 那么红方是来自山西的邓志镇 蓝方是来自辽宁的张池 张池有身高优势 好 翻摔 邓志镇被摔出场外 百拳 等西 两个人互相顶西 哦 马拉猫蛋 国际级裁判也是给予了警告啊 你小子注意点 眼角投入了 非常关切的眼神啊 站起来 萌萌 站起来 比赛继续 一张纸连续的顶系 打腹 因为这个张池也知道 我自己有十高 又是你进身 我就西撞你 所以你身在地上 漂亮 我的后手拳 打到了后脑勺 这个动作比较危险 被读秒了 邓志镇能否继续比赛呢 比赛结束 最终邓志镇还是没能站起身来啊 其实如今的散打已经有了硬度 但是灵活性就越来越差了 让我们恭喜栏方拳手张池 赢得比赛 在第一回合KO队上